在大陆哈尔滨一所老人院 竟然有鼠被横行 结果造成一位植物人老妇人 她的脸部被咬伤 画面中一名老人虚弱地躺在床上 身上多处是已经包扎好的伤口 而让他受伤的凶手 竟然是老鼠 连夜我们家属三院 说我们已经被老鼠咬伤了 这名高龄77岁的老妇人 被医生诊断为植物人 一直住在哈尔滨的一家老人院 日前老人院的护理人员 清晨巡方时 看到惊人的一幕 我一打灯一瞅他脸已经血了 以前被我耗子一个人 叫什么人爬的呢 我的手叫耗子咬了 我就听那个他说打死我打死我 活生生的人竟然变成老鼠的食物 老妇人头部颈部和肩膀 总共有八处咬伤 最严重的伤口还缝了四针 所说的红武锥里面 有一个三层四公分的能力 有一个伤到出血 到腹血绝不止 深入呢 就是到了那种 可以看到一个筋膜场 老妇人紧急被送到医院 消毒包扎伤口并注射疫苗 老人院已经向家属道歉 承诺会负担所有的医药费 并且展开灭属行动 绝对新闻黄界听 综合报道